今天看了这一篇Annie老师登的文章 这辈子一定要去的100个地方 在这个oneononeenglish.net 这个照片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记得这个照片好像是Windows的桌布 好像也有这张照片 我就很好奇这个照片是在哪里 那这个文章又写到Business Insider 日前有一篇文章介绍100个很有特色的景点 从地球的最北边芬兰看北极光 到地球的最南边体验南极冰原之旅 都是我们这一生中一定要去的地方 上面这个图叫做The Wave 在美国应该是犹他州他答错了 这翻译的名字 亚利桑那州边界的一个知名经典 叫这个这个怎么念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去Google搜寻这个地址 然后这是一个天然的岩石所形成 就像海浪一样 所以叫做The Wave The Wave就是波浪 海浪 然后这个地方每天只开放给20名游客 需要申请许可证才可以进入这个神秘的境界 有趣哦 所以我们就去搜寻这个 首先我们去Google的翻译 所以我会把它贴上去 然后按一下发音 Coyote spo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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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起来很奇怪 Coyote spots 不管它 然后我就搜寻这个地方 OK 那我想要看一下 这个这张图片 我想看一下这张图片到底在哪边 所以我搜寻这个地点 然后它标示出来之后呢 我把它缩小 缩小 因为它是在美国 尤他州跟亚利桑那州的边界嘛 所以我就把它缩小 好 我看到了 这边 这是 虽然它缩小 我要看这个地图 好 这是美国 然后它确实是在尤他州 跟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边界 那我就再把它切换成地球 因为我要看地形图 好 这边就有很漂亮的 而且它会指向 这个照片会指向这个地点在哪边 有没有 好 它指向这个地点在哪边 所以会发现这些景点 很漂亮的一些景点 在Google Map 这边都可以找到 那我要再把它放大 因为我想要看漂亮的图片 好 我把它放大 好 就可以从这个卫星图看一下 当地的地貌 是长什么样子 继续再把它放大 再把它放大 好 我一边放大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底下的照片都在变动 这些照片都会靠近 这些照片就靠近 你放大这个地点的区域 所以你一放大的时候 照片就会跟着变 照片就跟着变 会指向这附近的照片 然后刚刚我看到 就是这个 这个怎么念 刚刚说Coyota Bus 好 再把它点一下 诶 过来了 好 没错 就是这个照片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 它只会有一些照片 它不可能像那个 马路这样 因为它不可能 那个Google的车子开进去 所以它只能够提供照片 不能够提供即时的那个 每一段道路往前进 然后往右 往左走的那些照片 好 那就可以点这些照片来观看一下 附近的地形 附近的风景 这个是我觉得蛮好玩的地方 如果有找到一些比较漂亮的风景区 那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 当地的Google地图呈现出来的样貌 真实的样貌 地图是指这个 地图是指这个路线标示图 那地图是指真实的卫星图 卫星拍照空照图 所以可以再把它放大 看一下附近长什么样子 再把它放大 就可以移动它 看一下附近的地形 蛮有趣的 好像这是树啊 然后黄土啊 假如你没有办法出门的话 就可以这样子 让我们去环游世界吧